聽到許姓專員名字宜蘭縣長林姿廟避而不談 深深粉色上衣在林姿廟身邊跟著跑行程 他就是被指控打著林姿廟名號到處向人借錢 全落跑的許姓專員 被受刑害他還是林姿廟女兒林逸玲的同學 在林姿廟當選宜蘭縣長後 隨即聘他担任公共造產的專員 並借調到縣長室負責選民服務 被外界視為林姿廟的分身 打著縣服投票案甚至以林姿廟官司 張湖遭凍結急需金錢周轉向外界借錢 不過他卻捐款潛逃 出顧被害人數約50到60人 遭詐騙金額超過新台幣2億元 被害人煩惱到睡不著 因為從中秋過後就聯繫不上許姓男子 直擊來到男子住處鐵門聲索不見人影 家屬說9月27號晚上他還有回家睡覺28號就失聯 他們也相當擔心 另外因為許姓男子曠職超過三天已經被縣服解雇 目前許姓已經失聯狀態了 那詳細情形我們都是傳聞 也都沒有辦法去求證 那我們這邊也請警方那邊也在搜尋當中 再怎麼切割 縣長你也逃不了這個管理的責任 林姿廟被控涉灘 法院都還在審理 現在爆出親信一次欠債失聯 林姿廟恐怕一個頭兩個大 這天新聞黃國磊黃聖傑依蘭燦報道